我作为这个世界的勇者,赐予你祝福。 承认你为西木兰卡的一员,愿你获得这个世界的认可。 同时,我愿作为你的朋友,祝你找到前进的路。 我作为游历诸多世界的旅者,赐予你祝福。 愿你不论身处何处,都有同伴与善意相随。 这个世界,就拜托你了。 嗯,怎么了?你们为什么都这样看着我? 啊,我的,我的爪子?这是我的爪子? 啊,还有翅膀和尾巴?我的身体?难道说…… 哇,很可爱嘛!和以前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呢! 啊,我倒不是说以前不好,只是…… 哎呀,你懂得吧! 这样一来,西木兰卡的居民就不会再害怕你了。 嗯……可是……我以前做的那些事…… 乖乖去赎罪吧。不论是舔你的脚印,还是送破碎之海的人回家。 嗯……你会陪在我身边吗,阿莫? 啊?为什么我要陪你做这些? 诶……可你刚才说……要做我的朋友…… 我…… 啰嗦,你不喜欢就不做好了。 诶……我…… 呸…… 好啦好啦,我陪就是了。 啊……真的? 用不着拿这种事欺负你。 谢谢你,你是第一个称呼我名字的朋友。 回上面去吧,这里简直闷得慌。 嘿嘿,终于有个他不擅长对付的角色了呢。 噔噔,给你们一个惊喜! 诶,鹿灯说话啦! 鹿灯……哎呀,我们一起聊个多少次天? 怎么还是把我忘了呀? 这声音……是妈妈的朋友? 哦…… 你们好呀,旅行者! 还有各位新朋友! 也向你问好,杜琳。 你变化可真大呢! 看这样子,或许应该叫你小杜琳 小杜琳? 嗯,我喜欢,小一点挺好 您就是这个世界三女神之一的创世女神吗? 嗯,没错呀 虽然这个名字听起来厉害了点 但其实当时我们三个人出的力都差不多 你们要是读过M的故事 就会知道里面的世界有多迷人 迷人到想要亲身去走一走,看一看 所以我就拉上B,在M的同意下 创造了这个名为西木兰卡的世界 等等等等,你怎么就自顾自讲了起来呀 不先解释一下你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不对,我们为什么出现在这里嘛 我当然都要讲 几位是经历了冒险的大英雄 自然有向魔女提问的权利 先说我吧 我刚才从书本里感受到了一股特别强大的魔力 忍不住就进来看看了 是我们祝福小杜琳的那时候吧 没错 在童话的世界里,语言与情感 有时是比任何咒语都要强大的魔法 也拜你们的魔法所赐 小杜琳才有了如今的模样 和我打个招呼吧 哎哟,真可爱 难道说我们出现在这个世界也都是被安排好的 安排这个词我可不喜欢 要我说的话,更像是冥冥之中的命运吧 在西木兰卡的杜琳向命运女神许下愿望的时候 刚好就有那么几位异世界的朋友 手上捧着M的童话 而他们又刚好拥有高洁而善良的灵魂 于是就被命运女神选中 来拯救西木兰卡这个世界了 这么说来 我几天前好像还真在看书 哦,对了 是在给灰河的孩子们读童话故事 我好像只是捡到一本老旧的书 就拿它来垫在箱子里睡觉了 嘿嘿 居然这么巧吗 哎,不对 但为什么其他人都有故事里的身份 我们没有呀 我们进来前正在 啊,我想起来了 我们收到本奇怪的书也没写记信人 结果翻开一看就到这里了 一定就是你寄给我们的吧 咦,是吗 那大概是的吧 嗯,为什么呢 也许是觉得 好的故事总需要一个人来读它才行吧 你是诸多世界的旅行者 见证者 怎么能少了你呢 我能感觉到 你给予小杜林的祝福十分特殊 有着故事之外的祝福 它说不定也可以去其他世界转转了呢 是指提瓦特吗 没错 其实在创造西木兰卡的时候 M就对我们说 希望这里的居民有朝一日 能去外面探索更广阔的世界 所有故事都有结局 可一旦故事成为了现实 它就应当拥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 也就是说 这个世界的居民脚下的诡计 其实早晚都会消失 既然它们都能去其他世界 那我们应该怎么出去呢 你们不是一直都能出去吗 不论是坐破碎之海的小船 还是触摸欲言之牙的大书签 只要心里默念想去的地方 都能出去啊 这你根本就没有告诉我们吧 没有吗 我觉得凭你们的本事 这些都是小问题吧 至于其他被召唤至此的朋友 我猜 大概是命运女神 想让你们更好地欣赏故事 才没有说 谁叫她是M的映射呢 恐怕也继承了一些 写故事爱留悬念的小习惯吧 好了 该说的应该都说完了吧 你们接下来 要怎么安排 我 我要先去和这里的人们道歉 然后像妈妈告诉我的那样 去保护这个世界 知道了随时都能离开之后 突然就不那么急着回去了 难得到了这么一个神奇的世界 我也想多转转呢 你们喜欢就好 我也说不定 还会再请一些朋友进来玩玩哟 对了 小杜林 很高兴看到你交上了新朋友 我想 M他也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最后 也请收下我的祝福吧 希望你的未来 如M的诸多故事那般 纷繁而多彩 它消失了呢 这么说的话 这趟勇者的冒险告一段落了 但新的冒险才刚刚开始哟 属于小杜林和他朋友们的冒险 我的 我也想早点把小杜林 介绍给森林的同伴们呢 虽然之前有些误会 但现在他们一定会欢迎你的 看我干什么 都说了会陪你的 哇 你们快看 好漂亮的星空 说不定 是这个世界的三位女神 送给小杜林的礼物呢 谢谢你 妈妈 爸爸 很厉害 深厉害 太保险了 recover 好 你看 感谢观看